有平面媒體報導 救國團打著社團法人的名義 經營了台北市一半的運動中心 而多年來賺很大 台北市長柯文哲今天就說 因為救國團不用被課稅 競爭力當然比一般的民營公司要強 為什麼台北市12個運動中心 6個是救國團報的 其實他們也沒有什麼舞弊 因為他們不用課稅 所以他們的競爭力 就比一般的民營公司強 平面媒體報導 救國團打著社團法人名義 有營業稅減免優惠 除了低價租用 北市建坛青年活動中心 而且從前市長馬英九時代 就承攬北市一半的 室友運動中心經營權 六處中心十年來累積營收 超過新台幣23億元 遭質疑壟斷與民爭利 救國團出面回應 絕無此事 我們都要繳營業稅 至於他繳營業稅 這裡我重新聲明 絕對不可能 你如果沒有繳怎麼可能 會計師會通過呢 我們是照你收入一定要講 這個是沒有問題的 可以無庸置疑 針對建坎青年活動中心 台北市長柯文哲也表示 有向救國團保證過 市府不會惡行惡狀 如果要叫救國團搬家 至少會在一年前通知 至於救國團是否有機會 加入市府的市林再生計畫 柯文哲認為可以再談 我們尊重柯P的一些想法 那還是希望能夠透過 整個法定程序去做相關的 交流溝通 才能確定未來這個發展是如何 救國團表示 青年建坎活動中心合約 將在今年的年底到期 等待北市府透過法定程序 進行溝通 新唐利亞太電視林家衛黃庭峰 台灣台北報導